这个人跟心不相同 进度快慢不一样 总在善跟福德 因缘不相同 就像善道大师说的 仕途三倍九品 总在语言不同 从这句话 我们慢慢体会到了 事出世间一切发 成功失败 还是与语言不同 这句话可以引申 到事出世间一切发 跟语言都重要 懂得与语言重要 我们跟人戒善愿 不戒我愿 一个物念都不可以有 这也是什么呢 这也是语言理莫障 我不跟人戒愿了 给人戒善愿 不戒我愿 戒发愿 不戒世间的情愿 情很麻烦 戒发愿 把世间一切人 看作我们同学 其入佛法之后 把世间所有一切人 看成菩萨 这就对了 我们的母愿 就能化解 决定不能对立 决定不能有对抗的心理 有这个心理 麻烦就大了 那个愿 越解越深 生生世世都化解不了 那就错了 所以古人教我们一句话 愿家一解不一解 总要不得化解 现在我们知道 念力的能量非常强大 用我们自己的念力 就能化解 这个 夏威夷古老的疗法 是很简单 但是 他要一心专注 时间要三十分钟 布什念了四句话 一遍就行了 要念八个钟天 一心专注 才能产生效果 不是念个三遍 五遍就行了 而且还要什么呢 我们看他的报告里 还要求 要继续不断 三十天 就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要做法 三十天 肯定起作用 化解愿解的方法了 所以我们学了 也可以实验实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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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